为了发展基隆观光,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今年9月份已经前往日本考察过 并且编列5000万元计划向日本购买两艘水入两用的鸭子船 更计划由基隆市公车处来经营训练市公车司机来开这两艘鸭子船 我们希望可以在11月到3月的时候每日会有7个班次 然后4到5月,9到10月每日可以拉到8个班次 然后6到8月是暑假的旺季,天气也相对的比较稳定 可以会有9个班次 然后以单次的乘客来算的话 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看的鸭子船大概可以在40位左右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些问卷调查 那其实是高达7成,我们做了2000多份的问卷调查 其实高达7成的人对于这个鸭子船是蛮有期待的 然后有百分之大概90以上其实是非基勇士的人 对,然后所以希望可以搭乘率可以达到7到8成 然后这个7到8成其实跟我们在日本去搭乘鸭子船的时候 其实那个搭乘的乘数是差不多的 其实每一班大概都有7到8成的这个数字 那保守预估的收益可能就在2500万里面 那这回到刚刚冠宇玉作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修缮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有去参考了所谓的高雄的这个比较失败的案例 高雄其实它的票价那时候它也是用5000万买入两艘鸭子船 票价全票是250,团体票200,又一代票150 那它其实基本上它的修缮是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那它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买了美军的二手的这个鸭子船 它是买美军退役下来的鸭子船 跟我们现在要去日本买的这鸭子船是截然不同 因为我们这一艘是全新 而且它是用一书籍 就是用50零的车身 所以未来的修缮其实台湾也有50零 由采发处来负责购置 那车的船体由公车处负责运具的维修跟保养 训练及吊派驾驶 然后未来希望是可以有专业的公司来进行这个票券包装 收票系统 那这个是载客小船 那其实我们的驾驶员需要有两张执照 一张是这个大巴的执照 大客车执照 那一张是这个小船的执照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是两张执照 就是所有的驾驶人也是两张执照 然后甚至有大富在旁边 就是有这个UBI的这个驾驶在旁边 市议员担心因为没有确切的营运内容 在基隆港下水的地方 又可能受到商港和渔港相关法令限制 而高雄市跟英国伦敦 又都有亏损失败的前车之鉴 虽然日本和新加坡也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如果又交给基隆市公车处来营运 万一成为前坑更麻烦 因此这笔预算让反对和支持的议员们 又纠结又争议 在上一届议员会吉本席也曾经跟林佑昌市长谈过说 我们可以来试着来思考 来推动所谓的水上计程车 或者是水上巴士的这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候我们唯一的 第一个要先要求的就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港区范围内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鸭子船的相关的一个采购 其实我们至少要经过所谓的可行性的一个评估 或者是营运计划的一个提出 要不然我现在担心的是 我买了这两艘船 花了五千万 用了人民的纳醉钱 结果它是一个钱坑 我们基隆市的观光巴士 我们的公车 本来就有亏损的状况 请问产发处经过什么样子的评估之后 认为我们在用这个鸭子船的 这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以让基隆不再出现第二个大坑呢 所以现在公车柱已经缺司机 并且司机到了上线 财组单位没有办法让大家提高 我还要再找司机去开鸭子船 这个真的有点太过异想天开 而且是对公车处太过挤压了吧 我们在深山青山买了一台高级的跑车 结果这个跑车根本开不出来 因为连道路都没有 那怎么办 那不是在浪费钱吗 你要先确保我们有道路 我们要确保有办法 这个车子买了以后 有办法开出来开出去 一样的道理 这个鸭子船买来 你要确保你有司机 你要确保你能够至少营运下去 最后有没有办法成功 我们不敢说 不敢说现在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比如现在直接去唱 所以你当然是不好 但是你朝代也要做出一个尝试 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营运计划 因为可能有先前的先去勘察过 不过一下子说 谢市长说我要弄太空船 路线都没有还是怎么样都没有 就做了 那一个首长上任的话 也是明年的话 这个议算算是谢市长今年第一次编列 那新任的首长上任的话 我想本会的同仁 应该是要给我们谢市长做做看 我想这边的议员 大家应该都是赞同我们来购置这两艘船 但是你要把营运计划写出来 来说服这些议员 好不好 这是因为刚才陈冠宇运说的没错 基隆已经有一个乾坑了 五亿多的乾坑 这是五千万而已 五亿多的乾坑放在那边 基隆不能再有乾坑了 要听清楚这是水路两用的 水路两用 如果今天在海上无法 因为什么因素什么什么 无法那个话 在岸上 我想也是一个西津的 一个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鸭子船 在明年如果真的 在运营当中觉得不妥 我们互相再来切磋 我们议会 我相信我们同类也愿意 帮市政府 市政府也愿意让基隆市 大家都为了基隆市好吗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 预算还是要过 不过有个淡书 就是你要在 这个鸭子船的营运之前 要提所谓的营运计划出来 提供给我们议会的参考 最后在担忧又争议的审查中 有淡书的通过这笔预算 市政府各局处 在编列预算的说明栏 未来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不要让我们的议员这样子 这个语重心肠 跟你们说了好几遍 好不好 然后再来 我再重复一下 五千万的这个预算 而附带决议 请市府于本案招标前 提出营运计划书 并向本会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